喜欢到国内各地走透透的朋友 大约都到过或至少听说过太平湖的美景 今天早上美丽的珊瑚 照样大方地迎接清晨徒步的人群 但这一次徒步人群有上千人 这是因为太平市议会属下的公民社会委员会所举办的 走漫步太平湖八大景徒步活动 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美湖美景的兴趣 毕竟因为家人孩子导播都还没有走过这些地方 所以就借这个机会也借这个早晨来过来走一走游一游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太平的自然美景 因为我们生活在太平 有时候我们没有去注意到我们四周围那些漂亮的景点 那么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就让他们重新认识这些景点 对太平湖有多一点了解的人们大概还听说过 大马诗人兼教师许建武曾率领学生到太平湖 写作 写诗 作画 拍摄照片等等 还确立了太平湖八景 黄岗听源 碧水红莲 曲桥带月 春岛悠晴 竹韵琴音 平唐独调 翠碧琴波及铁骑悬芳 每个名字都充满古琴诗意也代表了太平湖的景色 如今公民社委会正是要通过举办徒步等活动 争取让太平市议会官方了解认可并支持推广太平湖的努力 我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尤其是地方政府跟州政府列入他们的官方文献 比如说在一些旅游车子 在一些景点树立那个这个八景点树立一个说明台 让更多外波旅客能了解 张瑶雄表示 地方政府以定期派员来打理太平湖周围的环境卫生 也拟定了太平旅游配套 希望能打响太平的旅游知名度 他也希望太平当地的市民和国人也能珍惜这样的天然财富 NV7 霹雳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